如果我照講 我的8.72秒 我就好好的當我的台灣指光 我不需要再多做一個8.62秒的目標 讓自己更為難 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進行零四的測試 公開的告訴大家 哪一天的幾點幾分 因為零四這種測試 是沒有規定時間 沒有規定地點 任何人 可以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自由去跑回測試 一趟也行 十趟也行 我那天申請的封路 從早上九點鐘 到下午五點鐘 事實上我只做了三趟的測試 就結束了 結束的時間大概就接近中午左右 如果當天我沒有破秒 我不可能 就在當下宣布結束 當時我安裝了兩台車牙 一檔是哪個車牙 一檔是 美國的車牙 確實測出了8.72秒數 我也測出了 大陸車牙 成績 你們一定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我的大陸車牙 成績上面 沒有溫度 沒有DA值 因為我不服大陸車牙 大陸車牙 老闆幾乎跟潔尼貴 是捨屬於我 我不服氣這個車牙的公司 我也不願意上傳 我更不希望他看到我的成績 今天是2022年4月13號 下午五點鐘 我在今天的凌晨1點鐘 將我的車子開去台中港 貨櫃碼頭 承接了一個私人的空間 重新在做一次秒數的測試 測試0到400的成績是8.88秒 我在今天中午上傳這個視頻 也上傳這個成績 給了車牙公司 你們可以看看這個成績跟視頻 車牙公司 今天也如期的 把我的成績 列進了車牙公司的成績表裡 新車牙的計時器 我的成績排於第二 接下來我要解釋 為什麼4月6號當天 我不願意上傳車牙 到底8.72秒 是真的還是假的 首先 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進行零四的測試 公開的告訴大家 哪一天的幾點幾分 因為零四這種測試 是沒有規定時間 沒有規定地點 任何人 可以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自由去發揮測試 一趟也行 十趟也行 我那天申請的封路 從早上9點鐘 到下午5點鐘 事實上我只做了三趟的測試 就結束 結束的時間大概就接近中午左右 如果當天我沒有破秒 我不可能 就在當下宣布結束 我會繼續往先做 所以到下午5點的時間 都是我的時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當時我安裝了兩台車牙 一展是馬路車牙 一展是 美國的車牙 確實測出了 8.72秒數 我也測出了 大路車牙 成績 你們一定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我的大路車牙 武器上面 沒有溫度 沒有DH 因為我不服大路車牙 所以 當時我測試的時候 我將網路關掉 我只打開GPS 就會你們所看到的 沒有溫度 沒有DH 所以 也無法上傳 第四點 潔尼歸曾經在公開的視訊裡面 他上面是這樣說的 即使我料到成績做出來 他也會叫車牙 幫我成績下去刪除 因為刪除了以後 就沒有辦法證明我比他快 因為我們兩個賭注 是在車牙上面 所以我認為 就算我上傳沒有任何意義 第五點 當時 我做了8.72秒的成績 我還宣布 我要繼續打破 8.62秒 張家綺的亞洲紀錄 如果當時 我連8.93秒都過不了 我又何必 為自己 再挖下一個坑 讓自己沒有辦法做到 如果我造假 我的8.72秒 我就好好的當我的台灣指光 我不需要多做一個 8.62秒的目標 讓自己更為難 很多記者 很多台灣的網友 指以我料的大成績是造假 甚至於大陸的網友 一個鼻子指的我料的大 就是造假成績 好 我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不願上傳整績的原因 因為我想要抗議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亞測壓 現在我想說 今天還沒有到4月15號 捷你歸 請你遵守你的諾言 男子漢 敢做敢當 你們說我車漢 8.72秒造假也行 我就用8.88秒跟你比也行 請你去捐款 因為我還是比你快 你是8.93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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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